大家好,我是汤圆,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2021年6月,大阪府大阪市酒吧女老板的事件。 在日本的酒吧、夜店等地方,如果某个客人遇上自己心仪的女孩,就会经常来店里应援她。 而随着接触的增多,两人相互喜欢变成真正的情侣也并不少见。 可如果只是单方面过分的执着,可能就会引起无法挽回的悲剧。 她叫道田曾幽子,21岁,是大阪市北区天腕车站附近A酒吧的一名店员。 这家酒吧是一家卡罗K吧,按小时收费,可以唱歌、喝酒和可爱的女孩子聊天。 不过女孩子和客人之间是隔着吧台的,没有身体接触。 据A店的同事说,曾幽子是个工作非常努力、性格很好的女孩。 无论是对客人还是店里的新人,曾幽子都用静语说话,特别有礼貌,做事也突出为人着想,人缘很不错。 这一天,店里来了一个叫龚本浩志,52岁的男人。 他穿着一身西装,背着一个包包,不太爱说话,但却很爱唱歌,特别是动漫歌曲。 不唱歌的时候会静静地坐在吧台边喝烧酒。 因为酒吧是大厅式的,和K歌包厢不太一样。 话筒是大家轮流使用,来的客人一般是你唱两首,我唱两首,喝喝酒再和女孩子聊聊天。 但龚本简直就是个卖罢,一点就是好几首,还唱着都不在吊上,让别的客人很是无奈。 曾幽子是龚本喜欢的类型,他看曾幽子的眼神和看其他女孩子的眼神不一样。 之后,他成为了店里的常客,每次来店里都要找曾幽子喝酒,还想让曾幽子一直在他旁边。 可是这种大厅式的酒吧呢,和唱歌一样,女孩子不会固定地服务某个客人。 一次,店里来了五六组客人,曾幽子非常忙,龚本左等右等,都没见曾幽子过来自己这边。 他很不开心,气冲冲地买了单,离开了店。 可一段时间后,龚本气消了,又会再来店里。 龚本非常喜欢曾幽子,但却从没试着真正地了解曾幽子, 还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对方。 曾幽子不喜欢吃甜食,但他每次去出差都给曾幽子带甜品回来。 要么是蛋糕,要么是巧克力,让曾幽子十分的苦恼。 曾幽子也告诉过他自己不爱吃甜食, 但龚本却说,我希望你能喜欢上甜食,所以才买来给你的。 以前,龚本每周回来店里一次,每次待一个小时然后就走。 但疫情期间,饮食娱乐业受到很大的影响, A店也不例外,来店里消费的客人比以前少了很多。 也正是因为这样,龚本来店里的次数却增加了, 时间也比以前更长了。 因为店里的客人少了,曾幽子就可以多陪陪他, 可以和他多说说话。 2020年7月左右,龚本和曾幽子之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矛盾。 曾幽子对龚本说,希望龚本不要再来店里找他了。 但龚本不听,还是继续来店里找他。 曾幽子很是无奈。 不久,曾幽子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酒吧, 做一家男客人女客人都能来的店。 于是向老板提出了辞职。 这么好的女孩子,老板确实不太熟的, 但也只能支持她。 此之后,也许要准备开店的事太忙, 也许是曾幽子觉得龚本很烦, 总之,他没有再联系龚本。 龚本找不到曾幽子, 就到A店问别的女孩, 曾幽子去哪了? 最近都在干嘛呢? 他怎么都不和我联络? 店里的女孩都说不知道。 2021年1月, 曾幽子的酒吧开业, 取名国妈抢。 之所以给店起这个名字, 是因为国妈是他最喜欢的一款LINE动态贴图, 里面的斑海豹也是他最喜欢的动物。 有客人说, 曾幽子长得像模特田中美宝。 有客人说, 他长得像演员窟北珍兮。 总之,因为长得可爱, 对客人热情, 他给很多客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客人眼里, 他就跟AKB里的女孩一样, 仿佛有用不完的能量, 总是缘起满满的样子。 曾幽子出生于兵库县的尼奇市, 家里有父亲、母亲和一个哥哥。 因为父母年纪大了, 他希望父母能够早点相夫。 所以从高中起, 曾幽子就打好几份工来减轻家里的负担。 20多岁就在大阪市北区的酒吧上班来补贴家用。 除了上班, 他还报读了一所大学的心理学函授课程。 那时候他想做一名心理咨询师, 但开店后他就退学了, 打算专心经营好店铺。 曾幽子虽然很年轻, 但他从不是礼数, 和周边的店家都相处得很好。 只要别的店主来他店里消费, 后日他必会去那个店主家消费, 有来有往。 可自从开店后, 工本又找到了曾幽子, 而且几乎每天都来店里消费, 每天至少花一万日币, 一个月下来花费三十万日币左右。 除了来店里, 工本还会给曾幽子打许多电话。 曾幽子实在受不了了, 一次和朋友说道, 有个叫工本的客人, 总是给我打很多很多电话, 好烦呀。 曾幽子是个很要强的女孩, 她很少和身边的人说不开心的事。 也许那段时间, 曾幽子实在有点不堪其扰了吧。 工本好之, 出生于宾库县的西宫市, 从小话就不多, 小学中学上的都是当地的公立学校, 在班里也是没什么存在感的人。 她特别喜欢足球, 高中时还加入了学校的足球部。 但高中毕业后, 她就再也没和高中同学联系过。 后来她进了德岛大学, 学习电气工学, 毕业后到驻有电气工业 做了一名工程师。 之后她结了婚, 还有了两个女儿。 在西宫市高虚丁的二丁木 买了一套4500万日币的房子, 其中有2400万是贷的款。 驻有电气工业创立于1897年,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通信厂商之一。 其光鲜、光缆、产销量多年来 一直名列世界前茅。 在世界各国设有400多家子公司, 超过28万人的社员。 总公司在大阪府的大阪市。 在同事眼里, 工本是个话不多的人, 别人不问她, 她也不会主动和别人说话。 她工作很认真, 每天早上7点就来上班了。 她喜欢动漫、体育, 还喜欢喝酒, 特别是烧酒, 熟知各种酒类的酿造方法。 工本上班的地方, 离真优子的店不远, 坐电车的话15分钟就到了, 所以她每天都会去看真优子。 而且是从一开店就来, 然后待到关门为止。 有时临近关门了, 工本还是不想走, 说要再延长一个小时。 偶尔, 工本也会跟旁边的客人说话。 一次她跟旁边的客人说, 明天是我女儿的毕业典礼。 客人很惊讶, 心想, 那你还在这里喝酒, 不应该早点回家陪孩子吗? 工本又接着说, 我真的很喜欢真优子, 我每天都来这里。 也许在工本心里, 真优子比妻子和孩子们更重要吧。 6月2日, 工本在真优子的店过了她56岁的生日。 那晚她和真优子像平时一样聊了天。 6月14日, 警方接到报警电话, 说某酒吧的女老板出事了。 警方赶到酒吧时, 发现真优子躺在了地上, 脸上盖着一块布, 身体,脖子多处受伤。 报警的是真优子的朋友, 因为好几天都联系不到她, 非常担心。 真优子是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 如果店铺休息, 她一定会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休息的信息, 但这次没有。 朋友觉得很奇怪, 6月14日早上, 朋友让大楼的管理员开门查看情况, 之后报了警。 真优子的手机还在, 但钥匙不见了, 店铺是1月开业的, 只经营了5个月。 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 本来真优子的店里是安装于摄像头的, 可事发后, 摄像头被拆下了, 内存卡也被拿走了。 于是, 警方又查看了大楼的监控录像。 真优子是6月11日下午来的店里, 之后就再也没有出去过。 接着, 警方对店员和一些熟客们做了调查, 发现工本的嫌疑非常大。 而且, 6月11日晚上, 工本也有出入此大楼, 晚上7点左右近, 10点左右离开的, 穿着平时的西装, 背着一个包包。 当晚还有一个店员也在店里, 但店员说, 工本是晚上9点离开的店。 后来店员下班就离开了, 真优子一个人在店里。 所以警方怀疑, 工本离开后并没有马上离开大楼, 而是躲在了大楼里等待时机。 等店员下班后, 他闯到了店里。 事后, 他拆下摄像头, 拿走了内存卡。 据真优子A店的原同事说, 真优子出事后, 认识他的客人都会联系我, 问我真优子的情况, 唯独工本没有。 而且, 6月10日, 真优子出事的前一天, 工本还来我们店里唱歌喝酒了。 那天晚上, 工本7点就来了, 在店里待了一个小时, 前30分钟和女孩子闲聊。 最近有喝酒吗? 有啊, 和我妻子在家喝红酒。 妻子一直都喜欢喝红酒。 30分钟后, 工本说想唱歌, 拿着麦克风一直唱了30分钟, 然后就走了。 女孩推测, 可能那天真优子的店休息, 而工本又正好想唱歌, 所以就来了。 送走工本, 女孩子给工本发了几条信息, 谢谢她今天来店里。 但工本到第二天才回复的她。 没过几天, 女孩子就听说真优子出事了。 后来, 警方在工本11日穿的衣服和鞋子上, 检测到了和真优子DNA一致的红色印记。 6月18日, 警方将工本逮捕。 工本只承认了, 那天她去过店里消费, 但事情不是她做的。 因为真优子很努力, 所以她来支持她。 但对于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工本支支不提。 7月9日, 大阪地检署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 不少网友猜测, 像工本这样的人, 不擅长和人打交道, 回家也不被人关心, 在公司也没什么朋友, 工作也是一眼就可以看到头的那种。 所以才会对热情活泼的真优子如此着迷。 幻想自己能成为真优子的男朋友, 可真优子还那么年轻, 追求者一定很多, 他当然不会喜欢工本。 工本在被真优子拒绝后, 恼羞成怒, 产生了报复心理。 那么大家对此案件又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是唐元, 我们下支影片见。